哈喽大家好我是时音 最近就是大家经常会看到一些视频标题就是什么 我25岁特别焦虑应该怎么怎么样 作为一个刚走过这个年龄段不太久的人吧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自己这两年的一些感受 那么这期视频呢当然也不仅仅针对女生 而是针对就是现在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会面临的一些常见的问题 那么首先25岁是一个怎样的年龄呢 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它算是一个人生的分水岭吧 那么在25岁之前呢我一直觉得自己年龄还小 然后想做什么以后都有很多时间都可以慢慢来 但是到了25岁以后呢突然一下子就有奔三这两个大字压在我的肩上 我有一个朋友啊比我大几岁的一个朋友 前两年就是因为到了25岁这个年龄 他当时突然选择了出国读一年研究生 我们就觉得特别迷惑 因为当时他在香港工作什么各方面还有女朋友 就是发展都特别好 后来他跟我说可能是我到了一个中年危机的一个阶段吧 然后现在自己过了这个年龄呢 就其实是蛮能够理解他当时的这种想法的 所以首先我想跟大家聊一聊 到了25岁这个年龄职场上面会面临的一些焦虑吧 刚进入职场你会觉得反正我才刚刚起步嘛 然后我有很多时间我也不需要就是拿自己跟别人比较 但是一旦过了25岁呢 你会发现自己已经进入职场有三四年了 这个时候还没有特别明确的一个事业的规划 突然一下就真的会陷入焦虑 就会思考自己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我相信就是屏幕面前的小伙伴 大家一定也都考虑过这个问题 那么我自己呢有一段时间是每天晚上一个人到了家以后躺在床上 就是对自己进行这种灵魂拷问 各种死活想不通 然后开始刷网易云啊 然后出去跟朋友喝酒啊 就是聊一聊这些问题 但其实这种方法我觉得并不是很好 过了一段时间我想通了 首先不要拿自己跟别人去比 不要太在意你人生的终点 或者说不要太在意你做的每一件事情的结果 你能做好的就是只是把当下把握好 年初的时候我看了一个电影叫做So 如果没有看过的朋友我还挺推荐的 他有一个剧情就是男主人公 一直就是特别想去一个他梦寐以求的爵士酒吧里边去弹钢琴 然后正在他面试完被酒吧老板录取的那个当天 他被车撞了 然后他就死得特别不甘心 他就说我一定要回去完成他的那个目标 就是在那个酒吧弹一场秀 几经曲折他终于回到了地球上 但是他迈进那个酒吧终于在那个舞台上弹了这一段演奏以后 他出来以后就感觉有点失落 他觉得这个体验怎么感觉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呢 然后他就特别苦恼啊 当他正郁闷的时候 他第二天出了门坐在那个台阶上 然后看到那个秋天的落叶一片片这样飘下来 然后那个阳光打在他的脸上 他有一瞬间就突然意识到 其实人生并不是结果导向的 而是过程导向的 所以其实我这个人呢 是特别喜欢去旅游的一个人 在旅游的时候有一些瞬间 比如说我坐着巴士 然后望着远方的那个云 然后就是夕阳落下那种感觉 那么小的那几个瞬间就会让我觉得 哎呀活着真好 这样就足够了 那刚刚聊了关于可能人生规划这方面的一个焦虑啊 那接下来呢稍微小一点 就是社交型的焦虑 到了这个年龄以后 看着身边的人都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有的可能还在拼事业 有的可能已经组建了自己的家庭 甚至生了孩子 经常会说 其实人生是一列火车 就上了你这辆火车的人 其实不一定能陪你到终点 就只是过客 都是要一个一个去告别的 在上大学之前吧 我一直是一个特别自闭的人 我也非常焦虑我会觉得我是不是不够受欢迎 我朋友是不是不够多之类的 到了一定年龄 我又反而没有那么在意 我有多少朋友这件事了 其实我觉得人一辈子 你有那么一两个真心朋友 就已经足够了 包括呢 现在你会怀念说 哎呀这个老同学好像好久没跟他见了 然后会开始拉一些什么校友群之类的 以前我的认知中就是那种 我爸妈辈儿才会干的 就经常去什么校友聚会 然后我发现我现在开始 越来越想去做这些事情 其实我觉得怀念的并不一定说就是这个人 而是你当时度过的那一段时光 那么除了社交焦虑以外呢 还有一个我觉得尤其是女生更常会遇到的吧 就是25岁以后的容貌焦虑 尤其在社交媒体上 我觉得营销容貌焦虑的真的特别特别多 什么女人巅峰在25岁 25岁之后就开始衰老 有些机构啊就会开始鼓吹说 啊你25岁要开始更注重护肤啊 你要去做医美啊如果早做的话你永远都能动灵在25岁 这种营销你持续的时间越久 然后量越大 就是其实大众已经慢慢的开始接受了这件事情 就是好像过了25岁就是要开始容貌焦虑 就是开始变老了 但其实我觉得护肤养生或者说注意身体这种事情 从来都不是一个你到了什么年龄开始才应该去做的事情 这就是你一直以来都应该做的事情啊 就是我护肤我养生我注意自己的容貌 这是对我自己的身体负责的一种方式 其实在做博主的这两年里呢 我的作息确实不太好 就是经常熬夜剪视频 因为经常要面对各种灯啊照射啊 然后各种电脑啊 这个蓝光辐射还是蛮厉害的 除了做好基本的防晒之外呢 也会更加注重的就是皮肤修护这一方面的一些功效的护肤品 那么蓝贝亚这个牌子我也不多介绍啦 我一直也是它的忠实顾客之一 那么像我面前摆的这一款乳霜呢 就是也是我这两年一直都有在断断续续用的 这款乳霜主打修护型抗老 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 它能够修护老化细胞和肌底炎症 刺激细胞新生 淡化细纹增强我们皮肤的弹性 让皮肤更加的紧致和饱满 帮助提亮肤色 像我们这种好像过了25岁的少女吧 也能够安心的接受变老这件事情 变老这件事情是不可避免的 其实时间对于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 可能我有的时候还是会去羡慕 就是十七八岁的女生 但是你要想想就是曾经你也有过十七八岁 25岁之后的人 尤其是女生 我觉得也是可以非常有魅力的 不一定说就是更年轻才是更好看 有一些气质是只有你经历了一些事情 经过了时间的这种提炼 你才能够由内而外的焕发出来的 然后这种也是可以非常迷人的 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不同的魅力 那么我第四点想要聊的呢 就是财务焦虑 可能大部分屏幕前观众就觉得 你这个人怎么会因为钱而担忧呢 但其实并不是的 大家也知道我家里的情况确实是比较好 但是这个也是我家人的 他们赚的每一分钱是他们赚的 不属于我 如果真的是按我一个个人的起点开始的话 那无非就是说我爸妈给我提供了一个更舒适的生活环境 上学啊吃穿啊什么的这些东西无忧 但是我依然是希望我可以通过我自己的努力 积累一些成就 包括金钱 因为这个才代表了我在这个社会上 能够给社会带来的一些价值 也是自我认可的一个过程 然后我其实从来上海工作以后吧 是尽量不问家里拿钱的 虽然我爸也是会经常关心我啊 说你钱够不够用啊 如果不够用一定要问我一定不要就是委屈自己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有独立的人生 和独立在这个社会上生存下去的能力 那虽然我自己现在事业上也有了一些小成就 然后反正养活自己这件事情肯定是不用担心的 但是我觉得人生的目标吧 远远不至于说我能养活自己就足够了 我不是一个能够安于现状的人 一定要一直进步 一直改善自己的现状 那么包括我现在呢自己开公司 然后开公司以后想做更多不同的业务线 那肯定需要更多钱嘛 其实有的时候真的也是会蛮焦虑的 做这些事情之前 我是有做好一个最坏的心理准备吧 创业的失败率其实是蛮高的 但是我觉得无论成不成功 这个过程是很重要的 我想要经历这些事情 那经历了以后我才能学习 才能改善 回到就是财务焦虑这个问题上面 那我觉得就是每一个人在每一个阶段的状态 肯定都会不一样 然后每个人的起点也都不一样 你只要是对于自己而言不断的在进步 然后让自己的生活不断的变好 就OK了 不要去看网上那些说什么 我22岁身价过一 没有意义 有几个人22岁身价过一 说不定他那个还是编出来的 最后一个想跟大家聊的大话题呢 就是过了25岁 感情和事业 我该着重选哪一个 然后我相信也是很多人都面临过的一个问题 包括也是我自己刚面临过的一个问题吧 其实我的父母算是比较开明的了 他们也不会经常去催婚啊 或者逼我一定要怎么怎么样 他们觉得我开心就已经很好了 即便没有感受到太多的来自家里的人的压力 社会给我的压力 我还是能够非常明确的感受到的 前两年我刷社交媒体 一些软件上面经常会有那种什么征婚帖之类的 之前我看都发帖都是什么919092这种的 然后我现在一刷发的全都是什么969798的 然后我就会想说 哎呀98年的都已经来发征婚帖了吗 就天哪 我是不是也该开始发发征婚帖了 一想又不对啊 98年才23岁啊 那我是不是已经算大龄圣女了 这个社会真的是对于年龄这个东西不够包容 会对女生有一些预期 就是过了一些年龄 你就是应该考虑成家这个问题了 其实男生也会有一些 非常的框在他们的就是性别认知里边的一些压力吧 比如说可能过了某些年龄啊 你再去交女朋友 可能人家就会很在意 你有没有车啊 有没有房啊 现在月入多少啊 是哪里人啊 男人应该怎么怎么样啊 我相信其实都会有的 那么对于我而言呢 其实本质上我觉得我现在应该是选择了事业吧 我身边也有很多朋友 谈恋爱也好啊 或者结婚也好 后面都导致分开了 就是因为两个人在这一方面上的选择不一样 有一些人他的另一半 不管你是男生也好 女生也好 可能你是一个非常想往上拼 往上冲 然后再把自己变得更好一点 再把世界做更大一点的这种人 有一些人呢 他可能就是会比较安于现状 觉得现在这样的生活也挺好的 我觉得两种选择都没有错啊 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是 你在选择你的人生伴侣的时候 一定要选择跟你步伐一致 且这一方面的观念是一致的 如果你们都想一起冲 那就一起冲 而不是一个特别想要往前冲 一个觉得已经够了 我不想再冲了 我想安顿下来 一定要想好 就是自己现阶段想要的是什么 好 那么来给大家总结一下 今天说的这么多吧 过了25岁 大家需要有一个心态上的调整 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的 准备好面临就是人生的下一个新的阶段 有重新出发的勇气 很迷茫 或者想要停下来 或者突然意识到 哎呀 自己现在做的事情不是自己喜欢的 都是很正常的状态 每一个人都有相信我 然后我也有过很长一段时间这样的状态 但是一定会好起来的 其实有的时候我经常也在后台会收到一些粉丝的私信啊 可能都是一些年龄比我偏小一点的会说 姐姐就是我好羡慕你现在这样的状态 能不能教教我该怎么办 我现在好迷茫 然后我也想要像你这样 我不知道今天这个视频对你们有没有用啊 但是希望能够从中获取一点点的安慰吧 就是你们看我都已经这样走过来了 其实我当时辞职当up主的时候 虽然表面就是风轻于暖就啊没什么 没什么就特别迷之自信 但是内心我慌得一皮好吗 包括很多时候你们觉得我在镜头前其实状态挺好 但我内心真的慌得一皮 我也看过心理医生 我也焦虑过 也抑郁过 只是都没有表现出来 每个人都会有的 很正常 所以你们也不要太慌 那么25岁以后的我呢 我觉得可能不会像之前 有那么就是那种硬刚的 或者那种少年气息的那种冲劲了吧 我也是遭到过社会的毒打 也变得棱角没有那么明显 更加的圆润 但是我愿意称这种力量为柔软的力量 这种力量更像是水一样的 它非常柔软 可以不断的去积累 自己的知识也好 经验也好 阅历也好 积累的越多 力量越大 可以冲破我面前的一切的障碍 日子就是这样一天一天的过 还是那句话 把握好今天 把握好当下 25岁以后 可能人生只会更难 并不会更简单 但是就不要太过度焦虑 因为有一项科学研究表明 人类的大脑在24岁之前 都是没有发育完整的 也就是说24岁之前 你在这个社会上开的是你的小号 25岁之后 你才是一个满级大号了 那满级大号呢 就应该拿出满级大号 应有的底气 对吧 我们都满级了 底气要更硬 更足 我们的力量更大 然后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稳的 好的 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